第四季节目 在阵容上做出改变,连使人环节都发生了改变,难怪节目会那么火爆。 今年加入了新的导师,一位是音乐才子家诗人的李健老师,另一位则是摇滚唱江谢霆锋,节目从播出到现在,可不仅仅能用非常精彩来形容,随着节目也慢慢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。 决赛的名单也即将出来,很多网友便开始预测这次究竟是哪位导师会首先离开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希望离开这个节目的是谢霆锋导师,可是那么认真努力的谢霆锋老师为什么会被大家认为应该离开呢? 知道理由后,不仅觉得有些感动和暖心,网友都觉得谢霆锋在节目中太认真了,从第一位学员开始,选什么歌,怎么唱,该谁先出场,他都会认认真真的找本小本子记下来分析,网友这里替他感到累啊。 也正是因为谢霆锋导师这么认真,跟进心尽力的对学员负责,才换来了现在学员留下来最多的好结局。 不过,他这种的行为本丝都觉得累,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学员身上的精神,相对于其他三位导师而言,无疑他做的是最好的。 原来网友希望谢霆锋离开,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,而是因为觉得他太累了,这种原因突然觉得很感动。